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开箱一个小米14 Pro 今天是11月1号,我已经拿到了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呢,是小米14的Pro版本 然后延时轻的配色 它拥有12G的内存和256的存储空间 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做这期视频呢 我想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演示如何用小米14连接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小米14呢,这回推出的概念是人车家的概念 小米14用的系统呢,是小米最新的澎湃OS 据说它跟车跟家互通互联都特别好 那我们呢,今天就用它跟我们的Home Assistant连接一下试试看 好,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手机打开 这次小米的包装呢,设计了一个撕开的一个区域 这个设计特别的贴心 不用我们去找刀滑开这个外壳了 那我们开始开箱 阻力感非常的强 我们看一下里面它有什么 最上面一层是一个这样的盒子 里面应该是说明书和取卡针 这次它居然送了一个手机壳 我说难怪这回的盒子为什么这么大 原来里面还配了一个小米的原装的手机壳 硅胶壳 手感还不错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下面呢,就是小米手机的本体 这边是进网许可证 然后,我们看这边的市场头的区域非常的大 据说这回的镜头用的也是不错的 用的是来卡的镜头 手感非常不错 重量也适中 我们看一下盒子底下有什么东西 也送了充电器啊 这回送的是一个120瓦的快充 单化夹的 这个手机据据说是支持120瓦的快充 所以它送了一个120瓦的充电头 还有一条数据线 数据线呢是Type-C的 Type-C口的 我再看看啊 OK 没有任何东西了 这就是包装里所有东西了 我们把手机保护膜撕掉 非常喜欢撕掉 保护膜的感觉 非常棒 手感非常棒 屏幕也非常大 然后这边是金属的边框 摸着 凉凉的 手感非常棒 后边的配色呢是严实轻的 底部呢 一个Type-C的充电接口 一个扬声器 一个SIM卡插槽 这边还有一个 麦克风 这应该是一个麦克风 顶部呢也有一个扬声器 它应该是立体声的 两边的扬声器可以 达到一个立体声的效果 屏幕上面也帮我们贴心的贴了保护膜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原装原厂的保护膜 好那我们现在呢开机看一下 小米的logo 这次小米搭载的是澎派OS 有人说的是基于安卓14 开机的欢迎页小米 HyperOS 这就是小米的宏派OS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进入的人中 我吃完 你看 乱热 我吃完 好好吃 你吃完 很快吃完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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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左手边这台呢 是一台小米11 它运行的是MIUI的系统 上面呢 安装了这个Home Assistant的APP Home Assistant安卓版的APP 安装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手机的上面滑下来之后 我们选这个智能生活 在这儿呢 智能生活里面的上面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在米加和Home Assistant之间切换 并且添加Home Assistant里面的任何的插座 或者是一些传感器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澎湃OS安装了这个Home Assistant的APP 会不会像我们之前的MIUI一样 可以像刚才那样操作 添加我们Home Assistant里的设备呢 我们点击这个部分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切换的 我们在米加的智能设备和Home Assistant的设备里进行一个切换 我呢一般就是选到Home Assistant里面 因为我所有的设备呢 都在Home Assistant里面 包括一些不支持米加的设备也是可以进到Home Assistant里面 我刚才已经打开了避挂路 它这个状态呢刚刚的更新了一开 我再点下关 厨房的避挂炉也关了 我们再点一下 现在同步的很快了 好那证明呢 我们澎湃OS一样是可以正常的 添加我们的Home Assistant到我们的控制中心 快捷的开启或者关闭我们的智能插座 或者一些智能的设备 好那本期视频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